大家最關注的都是你們公司的資金問題 其實我自己也一直有看你們的 我覺得文章雖然比較長 但是比較深入一點 也做到你們所說的希望可以深入 從不單是香港的角度去看 但是我自己作為傳媒人 也覺得近年很多朋友都開始寫了 甚至是寫說已經定性了為 這些都是維穩費 總之的資金包裝成就好像很國際化 你覺不覺得傷害了你們的團隊這些聲音 有很大的群要 這個真的有 因為一開始我們沒想過這件事會這麼厲害 大家那個不慎人的感覺會這麼重 但是因為一方面 我很記得我們開始兩個星期那時候 我們大陸同事 因為我們在大陸很快被封了 因為工作天左右被鎖了 所有的網站apps和微博微信全部都封了 然後我們大陸同事都有 遭遇一些小小的騷擾的 另一方面我們香港同事 其實很多都跟自己家人吶咬 他們說你為何幫一間紅濕媒體工作 大家都很疲憂 但是現在我覺得現在一方面是兩個月 現在我們兩個月之後 其實有很多讀者是分轉圖的 我們在數字上面是可以看得出 一開始可能慢一點 但是因為時間長了 大家看你的作品 都會知道你究竟是不是一個專業媒體 另一方面是 我們同事其實自己都安慰自己 因為一方面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就是這樣的 大家真是很希望你有力場 要是藍絲帶 要是黃絲帶 要是黃絲帶 如果你說我不是黃絲 我不是藍絲 那你基本上可以不是人 或你非非 是的 這個是不存在 或者是生存不到的 但是大家都覺得這件事其實不是很合理 希望偷轉回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同時自己都安慰自己 我們是在做一條對的路 但是所以真的要讓它做下去 才可以證明這條路是對的 我們的ña輪 我們並讓 Two者搭船 還在做四個衣服 從兩年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